嗨各位好 我是张凯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抢线试驾 今天我们来到大美新疆试驾奥迪新Q家族的旗舰SUV之一 新款Q7 好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沙漠赛段了 在进入到沙漠赛段之前 先要做两个准备工作 一是给轮胎放弃 二是插旗 先要把轮胎的胎压降低 保证轮胎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的表现 来 老师 您帮我看着点 来 下一步插旗 让我们的目标更醒目 准备出发 刚刚我们已经将四个车轮的胎压都降到了1.0左右 然后现在我也将我的驾驶模式调整到了越野模式 在越野模式下 车辆的ESA系统会保持在关闭状态 接下来的沙漠赛段 出发 翻越这个沙凉顺着劲往下走 真的是太好玩了 不是违心的话 真的是太好玩了 刚才顺着这个沙凉下来的时候 我其实不应该去反打方向 因为你越去反打方向 你的车轮受到的阻力就越大 你就越容易现车 你要顺着它的向下滑的劲 顺着方向去走 然后到了坡底之后 再到了质地硬的沙地的时候 再去全力给油 再去冲上沙凉 尽管长途编队的驾驶体验令人绿感疲惫与苦闷 但是透过前方档和车外后视镜 我的目光仍不断刷信着新款奥迪Q7 那些醒目的细节变化 作为小改款 新Q7的中网格栅 头尾灯组都变得更为抢眼 顶配版更是用到了矩阵式LED 加激光照明前大灯 和带有个性化显示效果的OLED尾灯 奥迪再次用行动证明 人们赋予的登场美誉所言非虚 而新Q7上的奥迪四环车标 则由以往的3D立体造型变得趋于扁平 同时车尾的字幕标识也有所精简 除此之外 新增三款外观颜色与两种规格尺寸 总计六款轮圈样式的选择 更是让一向成熟稳重的Q7 焕发出了年轻的火力 那么在动态体验的最后环节 也是这一次我们奥迪Q7新疆试驾之旅 最趋于平淡 但同时又让我觉得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 就是公路上的驾驶体验 因为这个环境是更加贴近于我们日常的用车场景 而且在这个部分 我也能够跟大家去细聊整套动力总成 它的处理表现 以及新款Q7 它的底盘形式质感 那首先这次我拿到的这台试驾车 它在动力表现上 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就一个词 绵柔 而这种绵柔的源头 还是源自于这台代号为 EA839的3.0T V6的内燃机 那这台发动机340马力 峰值扭矩500牛米 传动系统的部分 匹配的还是财福的8AT变速器 那其实整套动力总成 相比于现在市面上所流行的那些 马力惊人的电车 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因为那些马力惊人的电车 往往在第一时间 就能够表现出自己 动力的那种爆发力 而拥有足够动力基础的内燃机 往往在第一时间 是表现的有点深藏不漏 只有当你的转速逐渐拉升之后 它才会将自己的爆脸之气 表露无遗 那这台车它的表现 就是这种传统的感觉 我这样的表达 其实并不是想说 这台车它的低扭动力不足 其实整台车低扭的动力响应 还是足够轻快的 但是又根据我缜密的观察 这台发动机 它还是要到2500转 甚至更高的转速 才能够表现出自己最活跃 最快乐的那一面 也能够充分去调动 你的驾驶的积极性 另外也是因为 在新疆这样一望无际的公路上 去驾驶一台车 你对于动力的渴望 就是要比城市的交通环境 要更多一些 那对于传统的内燃机发动机来说 维持好它的转速 能够让你更快 更高效地获得动力 那如何去维持好 这台发动机它的转速呢 除了使用它的变速器的S档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方向盘 后方的换挡拨片 而对于我个人来讲 在这次的试驾过程当中 我完全信任 财富8AT 它的自主换挡逻辑 我通常就是保持在 运动的驾驶模式下 要知道这台变速器 它完全领会我的驾驶意图 其实在我需要超车的时候 往往都不需要去激活它的kickdown 只要我稍微深踩油门 像现在 它就能用快速的降挡响应 去回应我的动力请求 我现在把车速降下来 把我的位置还给 属于一号的美体老师 所以这一整套动力总成 我觉得放在当下 这个充满了电动车的时代里 它依旧不算落后 它同样非常的吸引我 当然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我并不确定2.0T的EA888发动机 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但至少对我个人来讲 如果选择购买奥迪Q7的话 3.0T V6将是我的首选 而相比于前面的飞铺装路况 在公路上驾驶这台新款的Q7 它的底盘质感是让我觉得 非常扎实跟稳健 毕竟在当前这个100多公里 车速状态下 在动态的驾驶模式下 它的空气弹簧 已经将车身的高度降到了最低 同时也将底盘悬架的质感 调整到了最硬朗的模式下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无论是高速过弯 还是经历一些大的路面起伏的时候 整个车身的侧向支撑 会来的非常有力 它的悬架能够迅速将车身拉回到平稳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驾驶新款的Q7 你会觉得就像驾驶一台紧凑型ICV的感觉 完全不像是在开一台体型这么硕大的中大型ICV 但同时就让我感觉有点遗憾的是 即便我将这台车它的驾驶模式调整到舒适模式 也伴随着空气弹簧悬架高度的升高 在面对像减速带这样的垂直高度比较高的路面凸起的时候 它的底盘震动和颠簸感的传递还是会来的比较直接 这悬架真的是够硬啊 刚刚过这个减速带也就只有20公里每小时 所以客观的来讲 今天这台车在公路上的底盘质感 确实有它紧绷跟硬朗的一面 我和后排的媒体老师都发出过不太舒服的抱怨 而这个锅我觉得就应该车轮来背 因为今天我这台试驾车是选装了22英寸的轮圈 轮胎的扁平比也非常低 只有35 绝对是一个公路性能车的配置 我相信原厂标配的21英寸轮圈 轮胎的扁平比达到40或者是45 那个状态应该要比我今天这台试驾车舒服很多 那其实长途编队行驶 偶尔脑袋放空的时候 我也不断回想起 近两年来不断接触的那些 动辄售价四五十万的高端智能电车 毫无疑问 那些高端智能电车现在已经做到非常好开 跑开到甚至在高速和乘区路段都能够帮你去开车 而这台相对传统的新款Q7 它在L2级智能驾驶辅助的范围内 做的还是足够稳定的 无论是车道的居中保持 还是加减速的线性程度都很好 但很显然 它没有办法帮你做到更多 这次仅仅是在仪表盘中增加了一个车道环境监测 就让厂家的人员感觉相当自豪了 如果我胆敢对于这项功能大吹特吹 一定会让你们见效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一台车好开和主动让人想开 应该还是两个维度的事情 毫无疑问 那些高端智能电车会是未来世界当中 非常理想的出行工具 而通过这一次的长途试驾体验 我觉得新款Q7 它更像是我的一个亲密的伙伴 很荣幸 在这段旅程当中有它的陪伴 所以我们下一次抢千书架节目 不见不散